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我们现在在新款一级车中引入的遥控停车向导 那么就能将车开除车位 而且不需要亲自坐在车中 所有这一切都借助一部智能手机完成 为了购买远程驻车辅助系统应用程序的许可证 请您调出Mercedes.me门户网站 并像往常一样登录 请选择相关汽车 在紫赛单Mercedes.me connect可找到所有可供服务项目 在紫项Mercedes.me shop中点击按钮Park App 按OK对定向进行确认 接着将进入Park App 在此将显示有关停车辅助系统的所有详细信息 还请您选择使用时间 然后将它加入购物栏 如果产品在购物栏中 接下来将继续输入您的数据 请您在因私或因公应用之间做出选择 并请认真阅读完接下来的信息 然后对您的个人数据进行检查 并请对其正确性加以确认 然后再指定支付方式 请您选择信用卡支付或者PayPal 然后对此进行确认 请接受条件 然后通过点击按钮提交订单 现在进入支付步骤 在此请与以往常一样操作 在支付完成后您将收到一份订购确认书 通过电子邮件将收到另一份确认书 以及所有有关远程驻车辅助系统的重要信息 现在请下载远程驻车辅助系统应用程序 接着您的汽车就做好了通过智能手机驶入或驶出停车位的准备 为了使远程驻车辅助系统与汽车键里连接 请您上车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该应用程序 首先请对使用条件进行确认 激活蓝牙 现在开通点火开关 然后在Command 中继续进行操作 请选择汽车 辅助系统 摄像头和倒车雷达 接着选择远程倒车雷达 在您的提示上 可能已经采用了驻车辅助系统的名称 接着选择连接新设备 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将显示出汽车 请选中它 Command 显示器显示出一个连接代码 请您通过智能手机输入该代码 这样汽车与智能手机就建立了连接 应用程序就已经处于使用就绪状态了 为了通过智能手机 借助助车辅助系统将一辆汽车驶入停车位 请您按停车场按钮 然后以最高36公里的时速 尽可能近地开过停车位 合适的停车位将得到显示 如果找到了正确的停车位 请采用按钮旋转开关对它进行确认 然后指定行驶方向 接着挂上P档 借助蓝牙 使汽车与智能手机建立连接 接着启动应用程序 请您解开安全带 取下钥区并下车 请您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该位置与汽车最多相距三米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请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 按继续对操作进行启动 通过在显示屏上进行旋转操作 您将使发动机得到启动 然后使手指重新离开显示屏 您可通过手指在手机显示屏上持续画圈 来将汽车驶入停车位 一旦汽车完全驶入停车位 应用程序将会把此情况告知于您 然后按OK 这样操作就完成了 如果您的汽车停在停车位 那么将车开车停车位时 驻车辅助系统将给予您帮助 请激活您智能手机的蓝牙功能 然后打开远程驻车辅助系统应用程序 期间您应与汽车保持最多三米的距离 请选择汽车 接着请您指定行驶方向 通过在显示屏上进行稍许旋转操作 您将使发动机得到启动 然后使手指重新离开显示屏 您可通过用手指在手机屏上持续画圈 来启动开出停车位的操作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请保持对汽车周围环境的观察 如果已向前开出了足够的距离 请使您的手指离开显示屏 汽车将立即停止 通过智能手机停止此操作 然后您就能上车 像往常一样将之开走 感谢您的程度 感谢您的感谢观看